刚刚得到最新的消息 他们是在 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凤凰卫视的 这个董事局主席 今天总裁刘长乐 太平绅士呢 目前正在拥抱蒋晓峰 事实上我们的管理层 在这个机场呢 也已经等候多时 希望可以看到他们两位 在这个48小时当中 我们凤凰卫视呢 也不间断地在直播 钓鱼岛的这个相关消息 以及日方的这个动作 希望呢可以非常平安地 而且非常关注 蒋晓峰呢从头到尾呢 可以非常平安地 回到了这个香港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管理层 目前呢正在跟我们的 蒋晓峰还有我们的这个摄影师 梁培锦两个人握手 而且还送上了鲜花 给予大大的拥抱 我们卫视的这个主持人 黄晨子还有杨叔呢 现在呢在现场迎接他们 我们来听听看